精植 来了解大白菜上的黑点到底是什么 精植象征春蕾初响 万物萌发的景象 因为春蕾惊动了植服的昆虫类 所以这个节气就称为精植 这个时节吃当季的大白菜 上面的黑点不是发霉也不是坏掉哦 这是十字花科常见的生理障碍 叫做黑点病或芝麻病 常出现在结球白菜 不结球白菜或油菜 以及甘蓝更为常见 整年都会发生尤其在夏季较为严重 不过在风味及食用安全不会造成影响哦 这些黑点是怎么产生的呢 黑点病有可能发生在采收前 或随着储藏时间增加陆续出现 呈现1-2毫米深色的圆形 或棕垃上的细长斑点 然后逐渐扩大蔓延到内叶 叶面或叶背都会有 什么原因会造成黑点病 可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 品种耐受性 氮肥适用量 种类 土壤 肢体养分状态 光线 采收成熟度 储藏环境等 都跟黑点病发生有关 下次在叶菜上看到像这样的黑点 不用太过惊慌是可以安心食用的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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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